摆在车上的瓶装水 水手一开就拿来喝 解渴很方便 但是保测瓶经过高温曝晒 可能释放出有毒物质 包括塑化剂、有机酸等等 萧继会抽查市面上20件瓶装水 放在车内7天 在检验包含塑化剂签 以及重金属T 都符合国内标准 但萧继会有话要说 美国环保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那他们这边的话 就是到小数点的第三位 0.006跟0.008ppm 所以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我们很难去确保 说我们的0.005 0.005ppm是不是合格 不只是塑化剂跟国外标准有落差 就连千含量 食药署规定0.05ppm 也跟环保署规定的0.01ppm不一致 消息会呼吁政府机关 要订定更严格的规范 而车内的瓶装水 常常一放就是好几天 在高温环境当中 容易溶出生殖毒性 以及荷尔蒙干扰素 会有致癌风险 要怎么保存瓶装水更是重点 这次的20件里面有11件 它里面有去做标示 就是只要把它放在干燥 没有太阳 干燥阴凉 然后没有太阳光直接晒的话 那大概这一些来自保特瓶的一些 塑化剂或是T 这些大概就是不会溶出来 如果要在车上喝水 所以建议改变你的容器 尽量选用不含双氛A材质 自备环保卑彩安全 大家喜欢黄金星 李明华 台北报道